邓超演的电影你看过哪些 邓超虽然随着综艺的热播 使人们看到了他喜感的一面 但作为演员的邓超也有着不俗的成绩 一些邓超经典电影更是值得一看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邓超十大经典电影 如为他赢得百花奖南配提名的集结号 使他获得荆棘影帝的烈日灼心 经典文艺片黎米的猜想等等 这份邓超电影大全中的电影你看过哪些 邓超十大经典电影一集结号 集结号是由华裔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影集团公司等联合出品的剧情片 由冯小刚指导刘恒编剧 张涵与邓超原文康汤燕廖房王宝强等主演 虎君人权特别演出 该片于2007年12月1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是一部以第二次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为题材的 电影改编自杨金远的《想说观似》 该片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 连长骨子的探明当年集结号的真相 为九连牺牲的战友们争取荣誉的故事 二、中国合伙人 中国合伙人是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商业励志片 由香港导演陈可欣指导 黄晓明、邓超同大为主演 该片于2013年5月17日在中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土鳖、陈东青、海归 孟小骏和愤青王阳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 大时代下三个年轻人从学生年代相遇相识 共同创办英语培训学校 最终实现中国是梦想的故事 本片荣获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 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影片 三、爱情呼叫转移二 爱情左右 爱情呼叫转移二 爱情左右是 爱情呼叫转移的续作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出品 张建雅指导一丁编剧 林嘉欣、邓超、范伟、陆毅、黄博、黄晓明等主演 该片讲述了都会扮女聂兵寻找爱情的过程 经历了感情的兜兜转转后 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的故事 该片于2008年1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 四、烈日灼心 烈日灼心是由蓝色星空影业 博纳影业联合出品的犯罪悬疑片 由曹宝平编剧并指导 邓超、段毅红、郭涛、王洛丹等主演 于2015年8月2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改编自女作家虚意挂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 讲述了三个身份各异的 结拜兄弟共同抚养一个孤女 在巧合之下牵扯出一桩成年大案的故事 2015年6月21日 该片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男演员 最佳导演奖第31届中国电影金基奖获得最佳男主角 奖、吴美人鱼 美人鱼是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新辉海外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爱情喜剧片 由周星驰指导兼编剧邓超、罗志祥、张雨琪、林雨领先主演 该片讲述了富豪刘轩宇为了拯救同族 前往刺杀他的美人鱼姗姗坠入爱河 谱写了一段人鱼爱情童话的故事 该片于2016年2月8日在中国内地香港同步上映 该片获得第5届十大华语电影 和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配角等8项提名 6.画币 画币是由陈家上自导自编的古装奇幻电影 改编自聊斋之意 影片主要讲述邓超饰演的书生朱夏莲附近赶考期间 误入壁画先进的奇幻历险故事 影片被提名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服装奖奖 最佳视觉效果奖 影片于2011年9月29日在中国内地供应 为全面打开中国市场 曾获得艾米奖的特效公司BaseFX接下来 画币的重任 画币摄影融合了中国山水协议 用水墨简单的东西表现人物情绪 其巴黎宝贝 巴黎宝贝是海润电影首次投资拍摄的喜剧电影 由让雅克阿诺、王晶指导 邓超、易能静、克莱曼、斯盛皮瑞 上巴迪、莫里耶等人主演 讲述一个中国富二代在法国巴黎的浪漫奇遇季 富二代马晓顺来到法国巴黎留学 这座以浪漫著称的城市 俨然成了花花公子马晓顺寻欢作乐的天堂 某天他和朋友胡打乱闹 跑到精英金字库捐精 他的种子阴差阳错 进入了绝望的中年女诗人 爱马的体内 影片于2011年8月25日中国上映 巴黎米的猜想 黎米的猜想是华裔兄弟 郊阳电影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一部悬疑爱情片 由曹宝平指导周迅邓超张涵与王宝强等主演 2008年9月19日该片在中国内地上映 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黎米的出租车司机 四年来不顾一切寻觅失踪男友的故事 2009年该片获得第二届铁箱电影大赏十佳电影 上海影评人奖十佳电影等奖项 周迅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27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第1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等奖项 9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是由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爱情片 由张一白指导邓超领先主演白百合特约出演 杨阳张天爱月云鹏杜鹃权柳颜领先主演 该片改编自张嘉嘉同名小说 讲述了DJ沉默和一群朋友的都市情感故事 张一白在该片中探讨了爱情的不同状态 三个故事如何启程转和划分段落 张一白选择了一种较为巧妙的方式 不仅在结构上富有形式感 而且与电影的主题契合得很好 他又无人及航拍下中国书座城市的陈景和叶景 再配上各地早间广播和深夜广播的画卫音 该片于2016年9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是《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 是由上海亭都饮业有限公司出品的文艺清洗剧 由韩寒指导兼编剧邓超彭于燕赵丽颖领先主演 该片致敬了《回到未来》 新耐休难地时光倒流70年等片 讲述了不被父亲理解的赛车手 徐太老意外经历一场奇妙冒险的故事 该片于2017年1月28日在中国上映 前期筹备半年左右拍摄时间三个月 后期只有一个多月 该片加后期工作前这电影的后期从拍摄第一天就开 使了 边拍边剪同时五个棚开工每天拍完了以后把当天剪完 第二天把前一天的镜头修一下 杀青时电影已经是126分钟了之后再进行精简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戏说为您带来视频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对本视频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问题 同时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